我們要控告朱立倫主席 違反選罷法104條 我跟大家講 其實中國國民黨按照朱立倫的三民的說法 國民黨裡頭包括陳雪森啊 包括好像是廖國洞這樣 還是誰 孔文吉三個人 他們是不是林彼岸 應該會被罷免的 我們要控告朱立倫主席 違反選罷法104條 選爸爸104條 對於罷免的這樣一個程序上面 如果去散布謠言 影響罷免的結果 他還是可以處理一下一些東西 這個是俗稱的公司罪 所以今天其實沒有涉及到酬場 而是希望新法 透過新法的方式 來讓朱立倫的散布謠言 這樣的一個情況 獲得一個制裁 那選爸爸104條的 我們的規定其實對於罷免的程序 一直不容許再不瞭免 拒絕假訊息 那對於陳柏惟的指控 尤其是林彼岸 翁都門已經召開記者會 說這是不實的指控 可以拿出數據 陳柏惟的提案至少在第三會期 有七項領先的提案 這個是具體的數據 那國民黨之後的變成 我看到他們發行公告說 他們的數據是 根據是來自於 特定的一些網路資料 然後說什麼第三會期的 哪個特定委員會 這個從朱立倫的發言裡面 聽不出這些內容 這是事後的引誦之變 也就是說 不事後再去強拗 再去硬拗 如果照著國民黨這種邏輯可行的話 所有立委可能都是林彼岸 因為我這畫一個時間點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有提出來 他就是林彼岸 這樣的一個講法 完全不可選 毫無可選價值 同時 也是一個屬於散布謠言的行為 所以我們今天依照 選霸法104條 由基金黨主席 那個陳一琦 來擊掌來告發 也希望說 透過司法的一個程序 讓整個罷免的過程裡面 這是民主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 能夠正常公正 不再燒到這些假訊息 謠言的影響 欸 你看到一個惡霸 不斷把我們逼到角落 我們今天暗零聲告 其實只是 我們要求 在行政立法之外的司法體制 三權分立之下的司法體制 可以還給台灣基金一個公道 還給國務一個公道 這一場罷免就是 暴復性的罷免 暴復性罷免就是浪費台灣 很龐大的社會資源 你覺得台灣基金會去濫用台灣的民主制度 我跟大家講 其實中國國民黨 按照朱立倫的三民的說法 國民黨裡頭 包括陳雪森啊 包括好像是廖國洞這樣 還是誰 孔文綺 三個人 他們是不是臨提案 應該要被罷免的 按照他的邏輯 其實國民黨裡頭 還在江啟成前面的有很多 雖然我們對江啟成 他當現任主席 剛交接主席之後 選署之後 去推動那個整個 隔壁選區的 國會選區的罷免 非常的不以為然 但是台灣基金黨 站在台灣的整個那個大局 跟台灣的利益的考慮上面 從來不會去推動 不具備正當性的報復去發言 這就是基金黨的態度